上棚也有螢火蟲 飞著的耶 不錯!今天晚上有大螢火蟲 讚! 收集結束 放棚也有機場 老火蟲,放棚大。 一大碗車 一大碗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嗨 嗨 我們現在來到了 葡里魚池的11號露營區 太露營了 然後我們這區又是 故意選一區沒有人的 這個營地還在試營運中 那它試營運到4月底吧 那我們就來搶先入看看 還不錯 晚點帶大家去露營區 我們來打帳篷吧 GO 旅行 有人抓到一隻小青蛙 然後在那邊顧 因為這次下雨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帳篷整個往內 整個搭在那個哈比天幕下面 這樣帳篷就不會淋到雨了 然後前面這次就沒有用地墊了 然後就這樣草皮 小小的空間 是OK啦 給你們看一下 現在還挑著雨 下雨天水線一定要拉 不拉的話不行 上面會變成小碎石 顏色 前後都有拉 那我後面那邊的那個 天幕是降的比較低 那前面是比較高一點點 第一次在山邊的公路 是要這麼快 一邊的小碎石 是要再多負擔 那天還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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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吃 你吃了 那天還要吃 吃得了 這天還要吃 那天還要吃 那天還要吃 我吃了 那天還要吃 哇!奇怪耶! 要幫你第一集嗎? 把水線變成一個岸 買燈囉 遊戲時間 晚上期 今天說要玩 暗期 暗期的規則就是 自己上網查 換我翻 可以吃你的馬了 換我 直接吃掉了 哪有 你已經翻了 你說直接吃不用翻了 我剛剛是直接 不是 我剛剛直接吃你 我剛剛吃中了 然後打開 然後整塊掉到草地這樣 不用吃了 來現在就不用吃了 不能 放在手上 然後切 攀在手上切 放在手上 這樣切啊 要吃的 你自己切啊 吃一下 味道是我吃的 因為你要吃啊 不是我要吃的 可以有給到煎喔 嗯 蜂蜜 這只是蜂蜜欸 蜂蜜哪有什麼水 聽囉 嗯 夠好 好棒 有什麼標籤 有什麼標籤 那跟之前 之前是像台湯買的嗎 台湯比起來 哪個台湯比較好吃 台湯比較好吃 台湯比較好吃 從台湯愛買 愛買 愛買倒了啊 又剩那個便 噢 那是番茄是最早吃的 倒了 嗯 是番茄啊 hier 快點 捸一捧 下面 摸好鏡頭 煮水煮蛋 晚點要來煮沙拉 下午的點心 煮沙拉 因為我不喜歡吃那個菜菜 忘記帶醬汁 只好用這個蔥湯 煮沙拉 煮沙拉 可愛的蛋也要上煮沙拉 煮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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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 我們現在還在玩棒球 煮沙拉 超大水池 不可以 超大球池 這位爸爸不要玩女兒 我有拍到 你摔倒了 這裡還差一顆 再一次 再一次 這怎麼玩 這怎麼玩 聽嗎 背著的耶 小朋友 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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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拍攝 你一直跳 你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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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威光 不可以丟攝影師 這邊的草皮區蠻大的 超大一區 老闆說可以塞到他自己這樣 然後上面是漁棚區 下面這區也有一個貨櫃屋的洗澡的 一個簡單的淋浴 漁棚區 漁棚出來了 來囉 有人換好詠衣在戰 哈哈哈哈 出場 這次終於帶到小皮刀了 好 厚片嗎 切大片的 這樣 這樣 先煎馬鈴薯 肉肉在這裡 基本上 撒點鹽吧 照這個 現在的材料 可以佔了 一來到 我們花很多 煎熟 放入 沸騰 放入 煎熟 放入 煎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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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这样子 现在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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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换哥妈妈的 麻油鸡炒饭 有麻油鸡的味道 加西式 一片就我了 没有啊 哎 你拿两片一片我的一片妈妈的 麻油鸡炒饭 热麻鸭 热麻辣鸭血 然后圈圈的晚餐是 青醬 意大利面 蘑菇 野菇 野菇 盤子啊 看得完 那是什么 炒手的面 这样用小锅碗就好了 晚餐 还有一个麻辣锅 还没 他还在那边煮 哈哈哈哈哈哈 开动了 哈哈哈哈 没配合 看半拍 吃饭吃饭吃饭 你看 哈哈 还一整块的 哈哈哈哈 好好笑 我还不会吃饭 把他死碎了 饭都掉下去了 我覺得饭好像比较多 喔 有多吗 我 还好吧 他不只是毛舌头 还是毛掌 你一拿 拿一片出来 放在马鸩屠上面 兩顆馬鈴薯 好吃嗎? 好吃嗎? 啊 嗯 那你吃不掉 這真的是傳說中的 看得到吃不到 喔 看你吃喔 現在開始來點燈儀式 然後 是新買的 打火機 在破了 日本的那個 YouTuber啊 很常用的 這種打火機 它好處就是說它可以伸縮 伸縮 還不錯的 是我們夜晚的燈 因為這邊是零區四陰陰而已 所以這個 還沒有很完善 那這個計畫台的燈 我們用這個 夠亮的 所以買玩具也是有好處的 你要為自己找藉口 為了亂買玩具也找藉口 所以可以買企畫燈 然後 剛剛發現 我們 進來的那個橋頭那邊有沒有 現在那邊 有一堆車 然後亮著的 我猜想他們應該是 都停在那邊 猜想是等一下他們應該是來這邊看螢火蟲的 因為銀主有說過 晚上這邊有很多螢火蟲 還蠻不錯的 期待等一下 七八點的時候 我們來去看螢火蟲 看看我小張機在那邊把它拍出來 生火 好 好啦 剛剛去看螢火蟲回來了 還蠻多螢火蟲的 我把它拍照起來 等一下會放 放在影片中 給大家看 等一下你們應該有看到那個螢火蟲的照片 然後 跟大家呼籲一件事情 螢火蟲齁 真的你們來看就好 欣賞就好 絕對不要動手去抓 剛剛看到幾個爸爸啊 帶頭啊 拿那個 什麼生態 那種生態觀察盒啊 抓一堆在盒子裡面 每個人都這樣抓 螢火蟲到時候都沒有人 實在很壞的榜樣 或許你們會講說 為什麼我不擋上柱子 不好意思齁 他長得比我壯 我怕被打 所以 跟大家呼籲一下 螢火蟲用看的就好 不要抓 對啊 你抓 每個人都抓 抓一抓之後 之後往後的人怎麼看 都沒有螢火蟲了啊 對不對 你或許會想說 我只是抓一兩隻 沒關係 每個人都抓一兩隻 抓一抓都沒了 真的是 很不良的教育啊 就是 好幾個 爸爸媽媽都是 帶著小孩 然後帶頭在那邊 抓進去 放在核心裡面這樣子 其實記得我好幾年前 去跟人家去看螢火蟲的時候 也沒有到這麼誇張的情況 就是 家長帶著抓 大家都只是 觀賞看而已 對啊 然後發現 這附近好像就是螢火蟲的秘籍地 把好多車子都開上來 不錯 今天晚上有上螢火蟲 讚 今年 今天螢火蟲好看嗎 嗯 你不見偉妙啊 所以 還算 因為管不了那麼多 等一下 我應該在洗衝 沒有坐在那裡 小孩就在擔酒湯 你就一直跟他講那麼點點 爸爸在旁邊啊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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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九點半 然後開始下雨了 所以水先來一拉 然後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吧 各位 掰掰 上棚也有螢火蟲 離開到來 進來多雨了